大家好,我是鄭月聰,康宜區的Banacy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南風新村兩房單位 細量面積391呎 這個位於7座極高層的市單位 這類型單位越高,亦都在市場上很少放盤 因為單位本身來說,就看回到柏甲山 看回康宜和康宜的回鎖景 相當的舒服 也真的很多客人都喜歡這些單位 如果你說,在我們最好市場的市場 其實這些做的價錢是比市場更高 而這個單位的業主,今天都是用一個誠意間 放給大家的 大家一齊看看單位的間隔和景觀 好了,我們先進來這間屋的客飯店 我們第一時間去看看單位的景觀 我去看,你看到下面看到 康宜花園的會所景 看到網球場 如果一會兒進入房間,亦都可以斜望再看看泳池 上面那裏就是康宜花園 後面就是柏甲山 相對來說都很開揚 天色一般,風和日麗的時間來看 還更加更加光亮 好了,我們進來這個單位 再看看 那邊看它的飯廳 那這裏飯廳也是很好用的 那要將長身更長身去一點 變成飯桌可以放進去 飯桌大張一點 那進來的廚房 廚房也是長型的 都很好用 一個391呎的廚房 能夠可以這麼好用 真的很少油 所以南風新村,抵去長青的 真的時刻都是好,成家都是優於市場 那好了,我們再看看浴室 那浴室也是很好用的 那三件頭 那業主這裏做了棋缸 門後面它做了一個洗衣機圍 那我不帶你進去看 那這些裝修 因為很多時候都個人喜好 那你不喜歡就拆了它 重新剩下浴缸,棋缸也可以 那另外再走回去 另外一間房 那這間就是浴室後面 那多數人都可以做主人房 也可以的 那也都好用 那另外 那個景觀 是不是 很好啊 剛才是不是 有一個泳池景 網球場 是不是 好開圓 這些單位真是絕對絕對 很好啊 真是好市 市場好起上來來說 這些單位 真是可以這樣說 真是求它賣給你的 不是那麼多市 有得放盤的這些單位 有得放盤的這些單位 還有這麼高層的單位 好了 另外這一間房 是不是 記得好好用 好 那我們再出回去 客飯廳再看看 是吧 好好用 嗯 那大家有興趣 看看這個優質單位的話 聯絡我 製造康爾街的BENNYC MING PAO TORONTO 你不能轉 你blem你